为什么每一次回到沙特以后呢 大龙喜欢一直待在婆婆家这边 因为这边亲戚多 今天去的是四姐家里 在月七千婆婆去了利亚德 所以是像我们几个呢 就到处称饭室 姐姐们和哥哥就一直邀请我们去做客 这片区域里面呢 住着大龙的哥哥 还有姐姐们 还有姑姑们 所以这片区域呢 我们不轻易去 去的话呢 要偷偷地去 如果你去这家 你不去其他家 那么他们就会找大龙理论了 你怎么不来我家呀 我请你吃饭你怎么不来呀 是不是看不起呀 当然不是认真的 都是些撒娇的话 可以看出来在沙特的活 走青川游这件事情 是一个非常大的学问 一定要得体 而且是语录均沾的那种 你看这副哥哥听说 我们来姐姐家吃饭 自己穿个睡衣就跑过来了 他说吃完饭 不管怎么样 要去他家里做一下 意思就是说 第二顿饭要在他们家里吃 那你们知不知道 第二顿饭是几点钟 我们先来说第一顿饭 第一顿饭是属于开斋 在6点40左右吃 那么第二顿饭 怎么样也要挨到12点钟才能吃 换成你 你吃吗 姐夫让他儿子拿出骆驼奶 非要我们一人喝一杯 身旁我们这体型领养跟不上呀 我们这在国内算胖子了 在这边他们还嫌我们瘦 四姐呢 也是一个非常会做料理的人 阿拉伯女人有个特点啊 家里有包拥 但是呢 都会亲自做饭 不管家里来不来客人 那饭肯定是自己做 这一做饭呢 自己家里人吃就是完全的是加强菜 不是那种对外请客吃饭的那种啊 就是日常 你看大龙的大哥直接穿睡衣裳 我发现沙特阿拉伯女人几乎各个厨艺都还可以 他们家的那个小女儿 12岁就可以开始自己做饭了 反正我对我女儿的要求就是 她能够长大了以后 能做几样自己特别爱吃的菜就够了 有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厨艺随她自己 天哪 我真的被阿拉伯的红茶甜疯了 你们知道吗 甜品是14岁的小女儿做的 非常好吃 吃完饭以后 熏个成香 来点甜品 喝着巨甜的红茶 男主人就要出门了 他出门干嘛呢 去市里做个礼拜 然后进个朋友 吹吹牛 晚上在外面再吃一顿 你们有没有发现 若姐不在了 对不对 若姐呢 直接被大哥拎到她家里去了 这不在市里家里搞完了以后 还要去大哥家里去捞女儿 走路可能只需要五分钟吧 然后我们去大哥家里呢 在大哥家旁边有一块空地 大龙当年花白菜价格买下来的 就是意思就是说 兄弟俩要挨着一块住 大龙说以后不准备拿来做房子 直接建一个会所就可以了 把肉肉逮住了呢 他死活都不肯走 他说他的象棋没有下完 澄清一下啊 他不会下象棋 主打的就是一个装模作样 大哥大嫂一直要我们留在那边 12点钟以后一起吃个饭 被我婉言谢绝了啊 因为我实在撑不到那个点 好了 散会 这两个人财照的东西 那我们下游戏 也 good 所以我们下游戏 我们下游戏